大家好,我是小凯 在上节课当中,我们学习了如何在图中画一个简单的文字 然后今天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如何去画出一种特殊的文字 这种特殊的文字呢,就是数学公式 因为数学公式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啊 就比如说你在word里面,你想编辑数学公式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它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符号 然后呢,在medpluslib呢,它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它是通过用text公式 通过用text公式 text系统呢,它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在学术界用的非常广泛的 用来做文本编辑的一个系统 一个排版系统 它处理出来的数学公式呢,会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呢,medpluslib呢,就用了,也用了text的系统 但是呢,medpluslib它是自带mastax的引擎的 所以说它并不需要,你并不需要在你的电脑上安装text系统 你就可以直接用medpluslib绘制数学公式 然后它绘制数学公式的方式呢,就是在字符串当中 以两个美元符号作为开头和结尾 然后中间呢,就是它的一个数学公式的一个字符串 然后在绘制图形的时候,它会自动识别出来这个字符串 并且把它解析成所需要的一个对应的公式 因为这个公式系统本身呢,也是有一点复杂 而且它里面的符号有很多种 我们没办法在一节课当中全部讲完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只是举四个例子 然后让大家知道一些简单的用法 如果说你以后需要绘制更复杂的数学公式的话 可以自己再去查询相关的文档 实际上medpluslib它的官网上就有 对这个数学公式的一篇介绍,介绍文档 在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里面内容是很多的 比如像这个符号就有好多好多种 好多好多种,只能说是你需要用的时候 然后去查 然后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些简单的用法 讲一些基本的用法 我们就用例子的方式来讲 这个就是我们的例子 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画出四个数学公式 首先我们要先画出这张图 画出整个画布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x轴坐标是1到7 y轴坐标是1到5 好,首先我们先画这个图 首先我们先生成一个图 我们把它的x轴和y轴的范围 这个设置坐标轴的范围是我们以前的课程讲过的 我们运行一下 好,这现在有一块空白的画布 然后我们依次要在这个上面画出这四个数学公式 我们先画第一个 也是用text函数 我们上节课讲的text函数 我们是用plt的方式 然后今天呢,我们是用一个面向对象的方式 这样的话可以,大家都可以看一下是都是怎么用的 实际上呢,性质差不多 他们调用的其实都是同样功能的函数 你当然也可以用plt.txt plt.tax 用来画数学公式也是可以的 今天呢,我们用面向对象的方式 首先呢,这个的位置呢,是2和4 2和4 然后呢,我们现在是要自负串 Python的自负串 大家注意啊,在这个里面呢 我在这个自负串前面写了一个r 为什么要写这个r呢 r它是代表说这个自负串不转意 什么叫做不转意呢 我举个简单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pltprint,我们输出一下-n 我们可以看到这输出来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我们可以输入a 空格-n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只是输出了a 它并没有输出一个-n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n它是一个转意字符 就是-加上n它是一个转意字符 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回车 这是一个回车的意思 就是说我这个a下面其实是有一行的 比如说我在-t -t的话意思就是说我在a后面有个table 有个table 但是它并不显示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a跟b之间它有一个-t的一个table 它并不是显示-t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显示这个-t本身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在前面加一个r 我们加上一个r之后呢 它就不再把这个-t视为转意字符 而只是把它单纯认为它是一个字符本身 所以说呢 它显示出来就是a-tb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因为我们需要大量的用到这个横斜杠的这样一个符号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在前面加上一个r 然后说明它是一个不转意的东西 不转意的字符串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好的使用 而不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是需要注意的一点 好 我们现在边查官网来边画这个 这四个公式啊 首先第一个公式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实就是五个字母 五个字母 然后呢 前面两个字母它有下标 首先我们得先查出这五个字母 它们所代表的一个符号 我们去网上官网上看一下 好 我们可以在这可以看到的 这个是alpha 杠 alpha 第一个是alpha 我们一次写 杠 前面前后有美元符号 好 第一个是杠alpha 然后第二个是杠beta 然后第三个呢是派 派的话是杠派 后面的我就不看了啊 我们直接输入输入也是一样的 杠那么的 杠 对 我们运行一下 好 这个是我们画出来的字符 但有点小 所以我们把它的字体调大一点 这个是我们画出来的五个字符 然后在这个alpha i和beta j 它下面有两个下标 下标怎么办呢 我们再看一下官网 再看一下文档 在这个地方 它说下标的话是用横斜杠 横斜杠 也就是说alpha下滑线杠i 就是下标的意思 那我在这里直接加上下滑线i 这个地方叫下滑线 运行一下 好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画出来的结果 第一个图完成 然后我们再画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 它的位置是五四 不对 是四和四 然后就在这把它改成四 中间这个删掉 然后sin有什么区别 30这个都很好说 等于cos 括号都很好说 好 这个地方麻烦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二分之派 我们怎么画这个二分之派 我们再看一下文档 在这个文档里面 它是可以看到 这个是四分之五 减x分之一 它是用frack 用frack这个标志 来画这个 这个分号符号 它这个frack分号的意思就是 它后面跟着两个大括号 这个括号是分分子 然后这个括号是分母 好 我们现在在里面写frack 两个大括号 然后第一个括号是分子 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派 好 我们用派 二分之派 这个地方很简单 就是二 好 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 这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再看一下文档 好 我们可以发现 前面它这个是一个反斜杠的 这个是很容易犯错的地方 很容易忘记的地方 前面是一个反斜杠的 就在这个里面 它是一个反斜杠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的到 这个cos 它是不是也有反斜杠呢 我们搜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cos函数 它也是有个反斜杠的 所以说我们要在前面加上一个反斜杠 sin也是一样 然后运行一下 好 这个就是我们画出来的一个效果 但有的人可能会问 就是比如说我这里不加反斜杠 它也是字母 运行一下 它也是三音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个sin跟这个cos 但它字体是不一样的 就在这个里面 它实际上是把cos 认为了一个数学函数 然而是把sin当成纯粹的字母来处理的 虽然看起来好像差不多 但是实际上这个只是它认为是字母 为了我们统一标准化了 所以说当你在用数学函数的时候 还是最好是加上一个斜杠 这样的话会更标准更统一 好 现在我们再看第三个 第三个呢 它首先有一个 首先有一个极限函数 limit 这个很 首先位置确定2 而极限函数 我们能够猜得到应该也是反斜杠 我们可以在这可以看到 也是-limit 所以说我们同样的-limit 好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很麻烦的 就是x趋近y 而且它这个x趋近y 是在limit下面 怎么办呢 其实官网上有讲 也是同样的用下滑线 用下滑线的话 它其实是会自动识别 后面的应该是在它的下标右下角 还是应该在它的下面 因为limit的话 大家都知道 它都是在下面 所以它会自动默认的 把它作为在它的正下方 然后x趋近y呢 然后这个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右键头 这个右键头呢 其实查一下就知道 它名字叫做right arrow x趋近y 这个地方我们就画好了 然后又是一个封号 先把这个删掉 又是一个封号 frag 就是1 然后x三次方 x三次方呢 就是用这种符号表示 运行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又有问题了 我们再检查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好 我们看一下是limit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到应该是这个括号出现了这个问题 它这个地方 这个应该是作为它的参数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 它参数呢都是用大括号表示的 所以这个limit它的参数应该也是大括号 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就是一样的了 然后我们现在画第四个 全全都删掉 然后第四个呢 主要的就是一个开根号的问题 然后你查一下的话 也就知道了 它开根号的话 其实就是sqrt 然后呢 但是它的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看一下啊 sqrt呢 它第一个参数其实是一个方括号 然后第二个参数才是一个间括号 所以说它第一个参数是一个方括号 这个方括号呢 就是代表它开启四方 这个地方是四 所以说呢 我在这里写上四 然后等于 等于 再开 y 方括号是 2 因为它是开二次方 但是由于它默认的是 如果说你不加这个方括号的话 它默认的就是二次方 所以说的话 这个20k不要的 你再运行一下 好 这个位置不对 这个地方要改成 改成4 运行一下 好 又有问题 看来又忘记加反斜干了 这是很容易犯的毛病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划船效果就跟着一样了 这个公式系统的本身还是有一点小复杂 如果大家需要 学会的话还是需要多念 然后由于今天比较复杂呢 所以作业呢 就是大家能把这个能够重新复制一遍 能够重新实现一遍就可以了 好 今天的课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